我是趙康 歡迎你來到 TVBS邵康戰情室 在我們現場的特別來賓 沈富翔委員 李俊英委員 尹乃京小姐 費鴻泰委員 林玉芳委員 張思綱議員 好 美國眾議院 他通過案子譴責 中國偵查氣球侵犯主權 堂堂美利堅共和國 除了二戰時候日本的飛機 跑到珍珠港亂炸一通 然後被美國報復參戰以外 什麼時候敢到美國 侵犯美國的領空 突然來個氣球 這就是誰的 中國的 所以參議院 眾議院昨天 眾議院昨天就表決 譴責 太可惡了 這簡直是 自我們美國主權於不顧 把我們美國尊嚴放哪裡 共和黨215票贊成 民主黨204票贊成 加起來419票贊成 他一共435個議員 可能有約沒到或等等 那個反對的零一個都沒有 通通贊成 要譴責 美國認為這個字叫做間諜氣球 而且能夠監控通訊訊號 所以他因此他認為他要報復 美國現在說要報復 怎麼報復 不知道 CNN是說美國政府有情報 習近平是不知道要放氣球的 我想習近平應該是不是 他們放個氣球 大陸的問題是他太大了 當太大以後 各個部門就可能各自為政 就有這種可能 所以就像上次對不對 美國聯繫歐洲要圍堵大陸 大陸就想突破封鎖 就跟歐洲簽了一個共同投資協定 老共對這個暴雨很高的期望 因為這個就可以突破包圍 結果他們就要制裁 幾個歐洲議會議員 這一制裁就完了 所以你就被這幾個人 這樣一制裁就完了 真的是這樣 不過話也不用說 美國也是一樣 共和黨的大法官做一個解釋 剁胎不可以剁 對不對 就類似這樣 結果民主黨這次選舉 就拿這個做訴求 所以共和黨本來預期大贏的 就只小贏 很多時候就是一個部門 或是某幾個人跟你不配合 跟你自己去搞 就搞死你 習近平不知道 說不知道 而且說解放軍也不知道 解放軍的高層也不知道 釋放這個氣球 事實上這個氣球也不是 氣球要從大陸飄到那邊去 哪是說去就去 也是在裡面不知道遊蕩了多久 好 那麼美國說 廠商是跟解放軍有關 但是現在關鍵零組件在海底 美國的FBI 聯邦調查局的官員說 我們現在掌握的證據極其有限 都在大海 你看大海撈針 要撈出那些東西到底有什麼 我們仍然沒有辦法接觸到 地球大部分的在的東西 大部分的機載電子設備 可能都還在水下 所以到現在其實也還沒搞清楚 到底怎麼回事 當然現在到底是誰做的這個氣球 這也沒公布 到底是屬於誰的 屬於解放軍的 屬於氣象局的 屬於民間某一個氣象公司的 還是民間某個氣象公司的 到現在也不知道 都不知道 我們吵了吵了吵去 到現在不知道這是誰 中方也不講 美國也不知道 而且美國現在就講說 中國有一個叫做氣球隊 飄過五大洲 亞洲有了對不對 最近亞洲都出來說 我們總統府上也有 日本說他也有 美洲不用講了 美洲 拉丁美洲 非洲 歐洲 大洋洲都有了嗎 他說都有 大陸外交部說 這是美國對中國的輿論戰 哪那麼厲害 我們哪有那麼厲害 哪什麼五大洲 對不對 你是對我們的輿論戰 認知作戰 好 證明點PO一個 說你看這邊是司法大樓 這是總統府 在去年 在前年2021年的9月27號上午 8點29分 還有時間 拍了一個照片 但是你看這邊有個點 在中間 很小一個點 網友有回應 說當天用長鏡頭拍到的照片 這是一個氣球 圓圓的 看到沒有 在這邊一點 所以網友就嚇壞了 我們總統府上面也有 另外日本也發言人說 九州西方公海去年1月 也飄不明氣球 還像大家講好的同時發布 我們也看到 我們也看到 都看到就以前看那個UFO一樣 雖然如此 美國陳中部長葉倫說 我還是希望到大陸去 大陸說歡迎 歡迎 另外美國倒是什麼 老共到什麼打台灣 美國現在又新的國防部 助理部長在國會作證 他認為2030年以前不會 反正美國要預算的時候 要通過國防預算就是要打了 馬上打了 不得了 老共也在搶了 現在預算已經通過了 去年預算通過了 國會是把這些官員 國防部 國務院找來的時候 他們就說沒有那麼快 不要急 沒有那麼快 否則議員會問你 都要打了 你們還這樣子嗎 還沒那麼快 沒有那麼快 看一下 美國國會展現少見的絕對團結 眾議院無意義通過決議案 譴責中共在美國領空使用 高空偵察氣球 是明目張膽的違反美國主權 而在參院撥款委員會的 中國間諜氣球聽證會 美國國防部官員表示 到最近才確定 這些氣球是中國大規模 全球間諜計畫的一部分 上個月28號 中國間諜氣球首次在阿拉斯加縣中 儘管美國軍方表示 基於安全考量和方便殘骸蒐集分析 等到氣球到大西洋才急落 但讓中國間諜氣球穿越美國領空 兩黨議員炮聲隆隆 除了公開聽證會 拜登政府官員也對全體參議員 進行中國間諜氣球的閉門簡報 中國間諜氣球事件 讓美國國會議員認為 對抗北京威脅 美國迫切的需要有更全面的策略 老闆怎麼看這個氣球 我覺得在時間的洪流 歷史主流裡頭 氣球事件是不值一潭的 小事中的小事 為什麼把它擴大成這樣 因為這個標的物不是核彈 也不是飛彈 也不是火箭 也什麼都不是 它飄得慢 飄得高 不容易看到 看到以後不處理 也沒有人知道 所以本來就沒事的 所以現在是老共顯然理虧 我覺得你綜合到今天為止 所有的情報 所有的消息 統統together 我認為老共是理虧的 你理虧硬要拗成有道理 然後老美是有一點點道理 硬要把它擴大成大道理 你這不覺得很可笑嗎 你這兩個大男人 有這件事情就可以凸顯 你的幼稚 你的無知 你的滿橫跟你的耍賴 我覺得很悲哀 全世界這麼多人 竟然他們的命運 他們將來的安危 是操控了這兩個 這麼耍賴的大男人的手裡 我跟你講其他的國家 應該想辦法自救 你看 因為他們 如果講道理的話 我們還可以說按照規矩 按照邏輯來行事 他們是這樣的傢伙 你知道嗎 這無大無知 要講得翻譯 我告訴你 越南他為什麼要去大陸 大陸表示歡迎 因為越南要中國 要繼續不要再賣 我的Traceliville 你知道嗎 你把我的國庫券賣成這樣 而且我還要印 我還要印 你還希望你多多買一下 要不然我就垮了 所以兩邊的各有所需 各取所需 互有所賴 這是不可諱言的 然後你現在找一個氣球 大作文章 可恥無知跟無賴 好吧 看看總統府上 怎麼回事 大陸間的氣球爭議未歇 現在又傳出 總統府上方也曾經有 不明氣球飄過 就是這張照片放大再放大 才能稍微看見 有一個小白點 中央氣象局長證明點說 這是2021年9月27號 早上8點29分拍下 左下角國旗屋頂就是司法院 右下角則是總統府 單屏照片難判斷高度 但肉眼可見就一定在領空 當天也有民眾用長鏡頭 拍下更清楚的照片 和飄向美方的氣球外觀 很神似 來防止資料的竊取和外線 出席資通安全研究院揭牌 強調能為台灣建立資安防護體系 但不只數位部分 本島上空也需加強防護了嗎 總統府上空是不是曾經出現不明氣球 喊話沒回快步上車 學者分析我方在外媒警告名單中 間諜氣球我方不得不提防 只不過這氣球 到底是不是來自對岸 目前仍沒正確答案 國防部也只說能有效掌握 但沒證實這氣球哪裡來 來 郁芳聰 現在真正的關鍵是那個Payload 就是那時候仇宅的那個東西 這個才是真正 他如果要竊聽什麼東西 這裡面都在這裡頭 這個東西大概比較重 所以就掉大海裡面 也沒有飄起來 所以現在找到的都是一些 比較周邊的東西 一些什麼線圈 還有一些什麼電子的那種零件 大概都不是很重要的東西 所以那個如果被找到的話 當然可能關係 會進一步的惡化 可是看起來 拜登政府是在做損害的管控 就是不要讓它影響到 美國跟大陸的關係 所以拜登才會出來講 他說我們 他接受PPS訪問的時候 他講大陸有什麼 你知道我們怎麼處理 他說所以一定有跟大陸造會 所以這個氣球把它幹掉了 所以拜登說 這件事情不會影響到雙方的關係 而且布林肯只是 援後去大陸訪問 他並沒有用取消 剛才有講到耶倫 財政部長要到大陸去訪問 所以這裡面其實最好玩的是 拜登政府試著替習近平開脫 所以CNN才會透過CNN的記者 放了一個話說 我們相信共產黨的高層 軍方的高層 包括習近平是不知道的 不知道為什麼會這個樣子 因為他前面講到動機 中國大陸為什麼漂一個氣球 這個時候漂到美國來 就講到motivation 就是這動機的問題 接著他就說 中共的高層 黨的高層跟軍的高層 包括習近平 他們是不知道的 這個就是很明顯的概念 你怎麼知道他們不知道 習近平可能不知道 你怎麼知道軍委副主席不知道 你怎麼曉得底下的氣球 它一定有個部門在掌管 那個副主席怎麼可能不知道 我們放了一大堆技術之後 我怎麼知道 跑到美國上面 所以可以看得出 所以可以看得出 這件事情是雷聲大雨點小 拜登政府就是要做損害的管控 重要的還是烏克蘭 他覺得說雙方如果撕破了臉 真的烏克蘭就很影響 所以在PBS訪問的時候 拜登特別講 大陸也沒有去援助烏克蘭 因為他們知道你看看 援助俄羅斯 俄羅斯 你看看 美國就600個廠商 離開了俄羅斯 所以他曉得 他現在有經濟的困難 所以他不會等等 所以我的感覺 除非那個酬仔Payload 最核心的裝置被找到 而且上面真的是 很嚴重的威脅到 美國的安全的東西被掌握 否則這個事 慢慢就平淡下來了 不過當然也有可能 美國掌握多少你不知道了 慢慢放看你大陸的表現 反正這種東西流中不發也不急 我比較關心總統府上面那顆氣球 我們國防部到底怎樣 國防部沒有表示 沒有表示任何意見 我所了解我們上網去看 如果說你在我們高公30公里以上 那個如果說是間諜衛星 其實還不如用低軌衛星 這效果是差不多 除非我們常常看一些影片的恐怖組織 在北歐的沙漠裡面 他知道這威脅什麼時候來 在他來之前趕快先隱藏躲起來 不要讓被他照到 除非他想要照到 他就因為他氣球速度比較慢 我昨天有問過我們氣象局 但當然美國的 我要先講結論 美國眾議院419對0 他們當然情報就是你是間諜衛星 我們氣象局也是經常有放 但是比較小 可能過兩天就掉到海底 他要看上面的風速 這個技術不是我們自己放 應該不是吧 因為我們自己放的話 我們氣象局也會知道 氣象局我們 而且我們氣象局 它是經常 每個國家都是經常在放這個東西 如果說是間諜衛星 老共做當然不對 但是如果說是氣象衛星 我也覺得很奇怪 美國如果說是間諜衛星 你知道掉到海底去 那個一掉到海底去 你知道在吸大溪 要打到也很難 他為什麼不再在美國上空 在人煙溪澡的時候 要把它擊落 那我就知道 你到底是間諜衛星 還是氣象衛星 但是我看到美國的 這個中院的投票 我相信他是間諜 我比較形象 他否則你飄來幹嘛 跟中間還是很詭異 1月28號說出現了 在阿拉斯加上空 對不對 那就可以打下來 阿拉斯加上空 而且沒有多少人對不對 然後就飄到莫丁納 然後又飄到加拿大 再進來埃達豪 我的意思說 這中間美國跟中國 是有通電話的 搞不好拜登真的打電話 也寫了 寫了 那什麼東西 習近平說我也不知道 我們查查什麼 我不處理不行 不處理 你們共和黨現在罵我 我8月號到國會當講國旗之文 那怎麼辦 你不要打下來好了 我打不到 你在5萬公尺我怎麼打 我222只能飛到2萬公尺 5萬我打不到 好了 那我把它降低一點好了 降低 降到1萬8給你打好了 我看整個過程 他後來他怎麼打得到 因為那個氣球下來了 他為什麼不弄高一點跑掉 為什麼下來給你打 因為中間沒有什麼溝通嗎 就要再回來 好 土耳其居然說位都移了 地質學家說國土向西南方 偏移三公尺 當時很大 很大 所以他們有時候 定期要再測量一下 見解一下 有的時候真的會變 那慘重 很多民眾你看 這是一顆石頭 這個解決多感人 用手還保護了弟弟的頭 擋他一下 當然真的壓下來擋也擋不了 但是至少還是關心 就愛護自己的弟弟 你看這個都是在縫裡面 這個也是用人手 沒有辦法把石頭搬開 因為下面可能壓了一個人 這是我們的救難隊 發覺一個人在裡面 被水泥柱壓倒 但是要有破壞柱 要破壞氣才能破壞柱子 用手是不行的 今天早上我看到訊息是說 在災區 非 就是所有的國際組織 都已經撤了 非政府的都撤了 因為他大概也沒辦法 四天了 他們這些人也要吃喝拉沙睡 他去哪裡弄 又冷 所以這些人都撤了 然後地方政府又沒有政府 所以我們在那邊 一個中心的代表 昨天晚上飛回台灣 為什麼 就要商量怎麼去 我們的物資怎麼去 因為通常以前 都透過地方政府去發 現在地方政府都沒了 都垮了 怎麼去發 所以很麻煩的 就像烏克蘭那時候 剛開始外交部說 大家捐那捐那 據說外交部的地下室 整個滿滿都是台灣的物資 台灣人真的有愛心 怎麼去 怎麼送去 那是另外一個問題 你看第一天說3千多個人死 接著說4千多個人死 昨天說7千多個人死 今天說2萬1千個死了 在這個時候可能又超過了 所以當時聯合國說 可能是8倍 就是如果3千的話 8倍就2萬1 4千的話就2萬8 有7萬個人傷 尋獲生患者希望漸漸的渺茫了 好不容易救出一個小女孩 好不容易看到兩個小女孩 在瓦力堆要去挖 滿目瘡椅 到底規模7.8的地震多厲害 他就用兩個對比 你看這原來是好好的房子 這下應該都垮了 看到沒 看到這個圖上點點點 我說這點點帳篷 不敢住家裡跑到空地上 或是草場建帳篷 這是原來2022的去年的 7月的衛星圖 現在變成這樣 這個運動場裡面都是帳篷 看到沒有 白白點點都是帳篷 不敢住家裡 還有餘震等等 嚇死了 但是土耳其一直在有收稅 收的叫什麼 叫做地震稅過去20多年 就是說我們地震很多 所以要給我錢 幹嘛要把房租蓋堅固一點 等等 收了有1380億的 新鮮幣46億美元 都哪裡去了 都貪污掉了 這些國家真的是一塌糊塗 那個政治一塌糊塗 說恐怕他的傷亡 是我們921的10倍你知道 慈濟動作很快 趕快捐在內湖 他25噸的厚毛毯 因為他都用寶特瓶 他把寶特瓶抽出來以後 做成毯子 有薄的有厚的 今天捐了25噸的厚毛毯 因為現在最需要保暖取暖 蔡英文也說希望我們的 收救隊平安歸來 我們收救隊已到了土耳其去了 我們看一下 CNN駐土耳其記者連線到一半 救難人員在遠處大喊 要所有人保持安靜 因為瓦力堆下傳出微弱的呼叫聲 連記者都得放下手邊工作 根據CNN報導 土耳其官方估計 過了72小時黃金救援時間 恐怕還有上萬人埋在瓦力堆下 家屬絕望 不斷哀嚎 這位爸爸被壓在瓦力下 只有腳露出來 兒子確認他還活著 趕緊拿毛毯蓋住爸爸的腳 幫他保暖 不過這位爸爸再也忍不住悲傷痛哭流涕 因為他的妻子和八歲小孩都離他而去 夜晚來臨天氣變得更寒冷 壞消息比好消息多 受到這起世紀地震衝擊 土耳其股市在三天內大跌15% 這是土耳其24年以來首次暫停股市交易 上一次發生是在1999年 當年也是因為地震 股市停止交易一週 來 金兄 這個台灣是有 差不多的這個情形 切身之痛 這個921 以前台南的白河大地震 很可怕 白河大地震我是沒有什麼印象 太小了 我有印象 我現在還年輕 是 台南最近的地震 那個也奪走了一些人的生命 到現在為止 還有很多善後的工作要做 但我看到這個畫面 我是覺得 就像我們那個NGO 就台灣一個研究中心 他傳回來的這個訊息 當地是無政府狀態 這個是很糟糕 也就是說在那種狀態下 最重要的就是一個分配 分配就是要靠政府 分配什麼 分配人力 分配物資 活的要怎麼樣處理 安置 商的要怎麼樣送 還在裡面的要怎麼樣救 我記得我們台南上一次在 賴清德那時候 對 賴清德市長任內的時候 張上正還是代表 不錯 那時候不錯 憲政院長 對 那個時候曾經為了一個決定 大家非常的猶豫 就是重機械要不要進場 又怕把人壓到 而且那個時候 我們台灣的設備還不是那麼好 包括什麼生命探測 這些都還不是那麼好 現在比較OK 因為你可以探測以後就可以動 探測以後就可以動 所以我是覺得土耳其跟敘利亞這件事情 這個地震 國際確實這個是無能什麼為力的 你可以做什麼事 非常有限 台灣飛過去要多久 對不對 黃金汽車的小時 所以我們的救援隊 大概任務也接近尾聲 我們是去救活人 我們不是去幫忙挖屍體的 所以當地的政府 怎麼樣恢復它的秩序 這是一個重點 最近台灣開始發起一波所謂的救援 發起這個救援必須要小心 就剛剛有提到 你去到那邊怎麼分配的問題 所有的物資金錢 相關的這些設備 你怎麼樣去分配的問題 我覺得磁濟比較OK 因為磁濟他們自己可以進行分配 自己進行分配 各地都有志工 我們這些愛心人士散戶 我們提出去的東西 我說外交部 你也沒有能力去那邊進行一個 所謂分配的一個任務 所以或許我們這個時候 可以跟磁濟合作 要捐就捐給磁濟 其他去捐 直接跟磁濟合作 因為磁濟他有一個 國際研究的一個系統 南京 因為拜登在國情資文演說的時候 他並沒有對於土耳其的地震 表達他的慰問 所以有受到一些的媒體 他找了一個土耳其的運動員 對 他有 就是土耳其的大使 還有運動員在現場 以這樣子的一個形式 表達美國的一個關切 但我想就是說 拜登在處理這件事情上面的話 他其實應該是要在言辭上面 表達這麼一個重大災難的 關切的 身為世界上面重要的領袖 然後土耳其的地震 因為他在敘利亞 他們鄰近的邊際 所以敘利亞也受災很重 他也發生了一些 政治上面的一個問題 就是因為敘利亞 因為這場戰爭的關係 然後敘利亞的一些的組織 是被美國所制裁的 所以在第一時間的時候 美國要不要對敘利亞提供援助 然後對於這些 被他們認定為這些恐怖組織的 怎麼樣來對待 也產生了一些的討論和爭議 當然後來很快 美國還是採取了這個行動 但是我就說 在這麼一個重大災難的情形之下 他依然還是沒有辦法擺脫 這些政治上面的顧慮 政治上面的這些考量 其實是一個滿大的一個悲哀的 對於我們跟土耳其方面的 這樣的援助 因為過去在我們發生 九二一大地震的時候 土耳其也有派 很快就來了 對 土耳其也有派 也有派人來 所以相對應來講 在遭遇到這麼重大的 地震災害的時候 我們現在可以看到 各國都盡其所能的 去提供他們的援助 像日本是一個 常常發生地震的國家 他們也很快的派人進去 然後美國 因為洛杉磯也是有大地震 他們也有很專業的隊伍 這個進駐 我覺得台灣方面 我們可以幫上什麼樣的一個忙 然後配合其他國家 因為當地政府 幾乎是處在一種失能的狀態 我覺得就是配合其他國家 然後發揮一個關鍵的作用 是很重要的 我覺得慈濟人 非常非常非常令人敢配 除了鎮言上人 在第一時間的時候 就發動起來要表達這個關心 慈濟人幾乎就是在災變的 一開始的時候 就到現場去了 給予各種各樣的支援 而且這不是慈濟人 第一次對於土耳其伸出援手 在之前的時候 1999年 土耳其大地震的時候 慈濟人也在那邊做志工 而且當地有很多 加入慈濟志工行列的人 他不是佛教徒 他是穆斯林 他就為了做好事 就是人有善的一面 有惡的一面 比如說俄羅斯跟烏克蘭 打仗那是惡的一面 但是第一時間 俄羅斯跟烏克蘭都說 我們也願意派救援隊去救援 那就是善的一面 慈濟這個事我也特別講一下 因為我一個月以前跟慈濟見面 政言上人 對 跟上人 他就講他說 大家都說我們國際的救助很積極 他不知道我們在台灣救助才多 只是在台灣救助沒有人報道 國際 因為他救助國際 都是發生災難 大家會報道 所以大家都以為說 我們只管國際 他說不是的 我們在台灣國內的 比國際的多得多 每日都在做 所以這點其實也應該提出來 所以他每天做都是日常工作 大家覺得稀鬆平常 其實土耳其政府 大家去大概了解 他的政治的系統 事實上非常的混亂 幫他貪污恨行 所以很多國際有一些聲音說 他這筆捐款 一定會來自很多的捐款 怎麼用 善款怎麼用 然後怎麼樣不會變成官僚系統 把它吞掉 就像這個地震稅 42億美元 如果真的有心改善的話 那確實會變成一個很好的房子 但是剛好是相反 所以同樣的 我覺得現在台灣的捐款 我倒覺得外交部 大家要思考一下 捐款是否有一個用途 然後是否跟某些 國際的善行組織去做合作 把台灣國人的心思 心血用到刀口上 不要被在這個層層的過程當中 這個錢就不見了 但現在國際最怕這件事情 不過我覺得反過來看 我們說我們921到現在 二十幾年的時間 我到現在為止 台北還有很多貼的黃蛋圍囉 也沒有改善 大家一次一次看國際的地震說 什麼時候該改善 但是我們的法規 我們相關的這些規定 坦白講很牛步 然後很多這種重建的過程 大家都會拖 都覺得拖到最後一步 我得到這個坪數最好 所以我覺得這個部分 我覺得我們政府 真的要拿出個徹底解決方法 對 的確 我記得當時有一些房子 就被人家說是微樓 可是到現在都還在那裡 也沒改建 什麼都沒有 人家還住在裡面 隨著房價還高漲 休息一下回來 呼籲 都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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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